现在到底是不是买房的好时机 如果说你是在县城的青年 到底该不该入手 前两天不端午嘛 我跟我一个同学出去吃饭 我这个同学呢在房产公司上班 当然他不是销售啊 就是他也属于一个内部员工吧 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那小区就是卖房子卖的怎么样啊 因为他说就是新房的话实际上并没有降 甚至于还有涨价的 以前的话大概是7000多 或者说好一点的户型的话 可能能达到8000 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就是都在8000加了 我当时我就说哇这么贵啊 就咱县城啊 他说是新房就这样 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之前的那些楼盘呢 他说都卖光了 都卖光了 我当时我没有没有意识到啊 就是你像县城很多地方 你以为的没有卖光是吧 但是实际上都是属于明花有主了 明草有主了吧 县城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你不要小看县城的购买力啊 就包括那个我现在住的地方旁边 就是是我住的是一期 那个地方是三期 三期的话那还是个公寓 那个基本上也被抢光了 这些抢光的人说白了 就是之前这些十几年吧 就县城房价一直在涨嘛 然后形成的这种惯性思维 就觉得新房一定会涨 然后后来人肯定有人会接盘 就我认识的朋友里边 其实真的有不少那种 在县城里边 首先在老家啊 至少有一套房子 或者说有两套房子 然后在县城一开始有一个自住的 然后很多人在比如说结婚 结婚大概五六年之后吧 然后我自己有一些存款 家里面父母也有一些存款 然后再去买的第二套房 这个纯粹是属于投资房 像这个就属于房地产税 其实未来如果征收的话 完全就有可能被放在第一位去征收的这样一个房产税 然后如果说你是在县城的话 就是县城青年 县城男性 并且也是失婚的 就是你这么说吧 25岁以上的 如果你真的想买房的话 我建议你关注什么啊 不要去太多的关注于新房 新房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关注 因为什么新房是房价是有管制的 它不会太降的 因为什么只要新房房价一降的话 一旦新房房价降 那么就会影响政府的卖地收入啊 就影响接下来继续卖地的这个收入 那么对于政府来讲 这是不可能承受到的现实 你应该去关注什么 你应该去关注那些买了没住的二手房 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去哪一个小区 比如说你想买了你去晚上的时候你去看一看 就里边的这个入住率你也不用入住率 不用不用看官方数据 看亮了多少灯 看里边到底有多少人活动 就各种比如说小公园啊 健身器材这些区域啊 这些东西 你可以去看一看对吧 然后你去关注这个二手房市场 你要知道像这些二手房市场 它是没有经没有人住过的 并且大概率它不会是毛坯 就即使不是一个太豪华的装修 它也是一个简装精装房 像这样的方你完全可以去参考 为什么像这一类房价的话 就遇上那种真的碰到着急用钱的人 比如说这房子市值可能在100万的话 当然他们买就是之前 比如说三四年前五六年前 他们买的时候不会值100万 可能当初买的时候也就50万买的 等到他急需用钱的这种人的话 即使现在房价外面说是就按新房来讲 值100万的话 他可能七八十万或者五六十万 他就会出手了 而这时候对于一个后来人讲的话 就是你如果想当一个自住的婚房的话 完全是可以入手了 因为你想啊就比如说他是五十万买的 然后自己精装之后七十万卖给你是吧 其实这中间过了这几年五十万光利息加这个给你装修的这些钱 基本上就等同于你现在这个七十万了 就你不亏啊 你一定要记住啊 我始终坚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有钱啊 并且有这个住房的刚需的话 可以考虑买房啊 尤其是这两年 为什么尤其这两年 这两年的话 大概率大家伙都没有太多钱了啊 都没有太多没有太多活钱了 你懂的吧 就你去观察一下你们现成的那个各个店面啊 各种小公司写字楼如果有的话 你去看一看真的倒闭的太多了 像这些地方一旦没有活钱进来 他对于这个呃 因为房子这他这些房子大概率都是贷款买来的 他对于这个还贷的压力 他很不愿意承受的 所以说你像这些小县城地方的话啊 我只建议小县城 因为我我就在小县城 我对小县城更加了解 如果你身在小县城 并且有钱有住房的刚需去关注一下二手房啊 二手新房你可以这么理解 二手新房是你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个东西 因为在这期间的话 你大概率能占到便宜啊 不要去买新房啊 千万不要去买新房 因为新房你占不着什么便宜啊 并且你买了之后说白了 买了之后可能就砸手里边了 你说这房子是我自住的 升值啊贬值啊我都不关心 那你只是嘴上能这么说说而已 但是实际操作下来 谁不愿意自己的房子升值啊 即使不能升值 那么我在之前就以更加便宜的价格买下来 那多好啊 对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希望也是对于有需要 当然有钱的这个兄弟们有一些帮助 如果真的买到便宜的了 过来告诉我